今天呢 我們要做的是補血湯 豬肝蒜茄湯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一塊蒜頭的豬肝 切成薄片 接下來呢 就是醃製的部分 首先呢 我們分別倒入麻油 胡椒粉 少許鹽巴 和薑水煙食 只要手抓均勻 即可 然後呢 我們就放入烤箱袋 之前呢 已經把高湯準備好了 燒開 放入番茄 再蓋上鍋外 煮上一個小時 意思是時候呢 我們就把剛才認證好的豬肝 分次放入了鍋中 攪拌攪拌 再蓋上鍋蓋 煮一個五分鐘就好了 萬聚其樂的豬肝蒜 就完成了 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可以開啟 妳其實可以禮拜 我看來